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协议不通过 那么英国或许会硬脱欧 也就是不用协议强行脱欧 英国为什么要脱欧 2016年6月2日 英国新行脱欧的公投 投票通过了英国脱离乌盟 英国脱欧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既有历史原因 也是利益因素 从历史上看 英国自19世纪以来 确立全球霸主地位后 该国从19世纪目 开始对欧洲事务一真莫不关心 不管你欧洲大陆乱成什么样 英国从不干涉他们 这种独立导国的心理 时间长的 就是英国与欧洲始终存在着分离的感觉 英国认为 他们是独立于欧洲的国家 所以做事 一直特立独行 从利益上看 英国在欧盟内部是发达的经济体 而欧盟规定 发达经济体要每年拿出一大笔会费给欧盟 作为扶持其他经济发展差的欧盟国家 而且 这笔会费会随着加入欧盟时间 长短不断增加 比如2008年 英国给欧盟是27亿英镑 涉笔费用主要用于欧盟总部材质 以及其他贫困的欧盟国家所用 但五年后 也就是2013年 英国支付费用增加了八倍 是174亿英镑 英国人认为持亏的 如果脱欧后 这些钱就不用交给欧盟 完全可以给英国人发福利用 从经济上看 英国人认为利益受损了 因为英国已经步入发达的金融业和服务物业 而欧盟主打的是制造业 从全球发展中国家来看 对制造业需求大 而德国却是制造业发达的国家 于是 与欧盟开展自由贸易中 德国就沾光了 而英国就没有用武之地 据资料记载 仅2014年 德国对华出口是74亿金镑 是英国对华出口的五倍 从社会上看 英国认为加入欧盟 增加本国开支 即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 因为一些欧盟区的落后国家 喜欢到欧盟发达国家谋生 英国本来接受了一些来自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公民 这些移民大量涌入英国后 使犯罪等社会问题不断增加 而欧盟规定 这些移民要享受英国的福利 这让英国人很恼火 脱欧给英国带来什么利益 英国脱欧是有目的性的 本来英国就不是欧元区国家 一直保持自己的货币英镑 作为一个称霸全球二百多年的老牌霸主 英国人不傻 俗话说无力不起走 没有利益 英国人怎么会脱欧呢 首先 巨额会费没有了 虽然英国的会费很大 但这些会费也间接为英国服务 对于英国这样发达的经济体来说 这点钱不算什么 但对于英国民众来说 这就是大钱了 脱欧后 英国完全不用交纳会费 会把这些会费 用于民生建设和福利 其次 独立自由的贸易体系发挥作用 欧盟的贸易体系 是欧盟代表各个国家 与全球其他国家谈判 如果退出欧盟后 英国没必要再受欧盟治愈 他们可以直接与当事国谈判 虽然时间长点 但英国完全可以根据独一无二的产品要讲 第三 没有难民困扰 英国退出欧盟后 对欧盟地区国的难民问题 英国不用过问 可以置之不理 因为英国如果不是欧盟成员国 就没有接受难民的义务 第四 发挥英联邦成员国作用 英国脱欧后 有很多底气 比如 英联邦就是英国独一无二的资源 英国完全撇开了欧盟 充分发挥英联邦 作用 在经济贸易体系内 有更大的话语权 第五 降低生产成本 欧盟有一套严格的生产标准和监管体系 英国在欧盟内必须要遵守 如果脱欧后 英国就可以脱离欧盟100条生产标准和监管法规的束缚 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 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机遇 也提高了就业率 第六 免除留学生贷款 英国在欧盟期间要为来英国留学的欧盟学生提供贷款 据资料记载 2015年 英国就接纳了7万多欧盟留学生 给他们提借大量助学贷款 而这些钱根本不可能偿还 英国脱欧后 就会省下这笔钱发展教育业 脱欧对英国有什么弊端 凡是有利弊有弊 脱欧对英国有好处 但也有独立之处 以经济失去支撑 英国脱离欧盟后 虽然有了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模式 但也要独立自主应对危机 另外 英国经济与欧盟成员国依赖性很强 有一半的贸易来自欧盟成员国 欧战危机发生后 欧盟是英国保障 但如果英国离开欧盟 将来遇到危机 欧盟就不会提供任何保障了 二失去影响力 英国脱欧后 对欧盟国家就失去了以前的影响力 即使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是北约国家 但欧盟是一个广泛性的地区联盟 北约只是一个军事组织 脱离欧盟 就是英国失去一大组织联盟 英国的影响力肯定受损 三 丧失共享资源 欧盟是世界上发达国家联盟 欧盟的科技在世界上首居一指 而欧盟内部 无论科研开发还是应用技术 很多资源都是各国共享 如果英国脱欧后 就失去这种共享的待遇 欢迎各位看官批评指证 图片来源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